哈囉,大家好,我是娟哥,歡迎來到娟哥不想聊外匯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前陣子有粉絲在後台資訊我一些問題 但我覺得這問題蠻好的,所以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大概是怎麼回答的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前陣子 也不是前陣子,就是剛好我今天刷小紅書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就也想要再經營小紅書和一些外匯相關的 然後後來呢,我就發現 我講一PO文,然後好像就會被鎖掉,所以就不能發 然後我就沒有再去動它了 那今天我剛好就想說搜尋一下,結果就發現了一些東西 突然發現了一個東西就是還會 居然真的有人在講還會 然後我就把那個影片download下來 然後還有就是下面有人留言的一個東西 我都會放在後方,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有興趣的人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吧 然後在接下來的開始,內容開始之前呢 不要忘記我的粉絲團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還有我的Youtube頻道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下一次的影片咯 我們就往下看吧 首先呢我們先來講一下就是有人在後台資訊的那個內容 我稍微講一下 但完整的我就不說就大概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剪片的時候他聲音又跑掉 就是嘴型跟聲音對不上的話就請大家見諒了 那他的內容呢其實就是說他其實想要賺長單 那但是他有可能下了之後就剛好遇到盤整 那遇到盤整的時候他其實抓那個貨幣可能 他的區間可能大概好假設400點500點左右 那他可能止损就設在550或是600 但是他發現說可能當他這樣賺了一段之後 或是他遇到盤整一開始可能設550或是600 結果他的盤整區間就變大了 他可能變成600到700 那如果他再把他的那個區間再調大 他風險就變大 那如果又再大大到1000的話 有可能他帳戶就會保藏了 那他問我說我要怎麼去看說他到底他的盤整區間 要設多少或是要不要一直調整比較好 那其實我的建議是說呢 如果假設你是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知道他盤整 到底會盤整多少 但是我只能用亞當的方式去看說 假設他現在這一段的盤整區間比較大 那他下跌的這一段也比較長 那如果接下來的這一段 我遠一點好了 這一段他的盤整的比較 間距區間比較小的話呢 他下跌其實我也不會抓得很長 而且還要看他盤整的多久 如果盤整時間越長 他下跌的力道就會有可能會更強勁 好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我們到底要怎麼去知道說 他到底盤整的點數是要多少比較好 那我給大家一個小方法 就是如果當你下的這個位置呢 你被掃損掉一次或是兩次之後呢 就不要再下了 原因是因為有可能方向其實是錯誤的 或是其實現在根本就不是一個最好的一個進場點 然後你一直下在那裡 所以你才會一直被瘋狂的掃損 有時候你一直很執著的一定要一直下 一直被掃損的話 你一直掃到後面 你下面其實那一段轉的根本就不夠 你前面這一段 就是區間這一個盤整掃掉的虧損 那還有一個我要我再特別補充好了 就是有些人會設保利 大家有機會你去觀察或自己下單的人啊 如果有相同狀況的人 其實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其實你也是這樣子 也有發現這個情形 你有沒有發現你們設保利啊 設保利怎麼樣 設的多近都會被掃掉 就是你會想說反正我已經跑了這麼段 然後我保利是這樣子 就是接近我的進場價格 結果他還是會下來掃掉之後再上去 或是掃掉之後再下去這樣子 這個是百事不厭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相同的經驗吧 如果有的話也在下方留言 跟大家講講說 你如果是你現在怎麼改掉哪個方式 用什麼好方法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前陣刷小紅薯 今天刷小紅薯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 我特別錄這支影片是因為我其實 講前面的內容我已經錄過一次了 可是後來我覺得好像講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錄第二次了 因為剛好遇到我今天刷小紅薯 看到這個 就是我剛好在搜外匯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想要發外匯的東西 但是一直被封掉 就是不能發 就是什麼違反什麼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就是不給我發就對了 所以後來我就 就沒有再經營了 然後突然講說 今天來搜一下好了 然後就發現有人在講還會 然後我就想到還會 就是到前陣子都還一直有人 在我的之前講那個還會的影片的下面留言 講說 又過了一年我們又見面了啊 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群人真的很無聊 我說很無聊 這三個形容詞 主要我直接想不到其他 就可能說他們很執著吧 我也很恭喜那些前面賺到錢的人 那後面的人 那我就不想多說 你們就自己覺得好還是不好吧 反正他們最喜歡講的話就會說 這根本就不是資金盤啊 然後就說什麼 你到底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資金盤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一般就是講說什麼 你自己沒有投你怎麼會知道呢 我就覺得他們教育訓練教育的很好這樣子 好這個題外話 反正我就把影片放在後方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把那個影片看完 然後看人家怎麼說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給大家看有個人留言 就是反正就是跟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的人回的幾乎是一樣的 那大家就是有興趣就把影片看完吧 那影片結束之後我們這次影片就結束啦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影片啦 拜拜 他做外匯 外匯市場是二級市場交易 一人所得必有一人所失對不對 你不管是外匯期貨還是什麼現貨啊 或者是我們做的股票 總是有人會有賺 沒有任何人敢給你保管 你說這個保險的不會有單位來做 我大概已經清楚了 你朋友做的這篇呢是海匯還是TR 我好像叫什麼海匯 對TR已經跑入東盤了 那麼海匯你知道他有一個興趣嗎 他根本和我們所做的外匯交易商 就沒有任何關聯 他就只是一個資金盤的模式在運作 不懂吧 不懂 是不是他還跟你說是什麼美國監管 什麼還跟他一些監管對不對 好像他們也講得不太清楚 講得不清楚 他肯定不清楚 他不懂跟你說保管不會 外匯市場沒有人可以保管不會 那麼你去 你首先我不知道有沒有那種查詢平台的軟件 你去打開隨便一個外匯天眼 或者是整個外匯110 你看一下他這家平台已經被定行為資金盤了 他是說你有保險資金 入金是一二五千元的資金 對不對 好三分之二的錢入到 他跟你講的是入到市場裡邊做交易 三分之一的錢是放到保險艙裡邊來做賠貨 對就是這樣 是這樣吧 跟你講的是我們的止盈止損 止盈大於止損 也就是說我們做代率的情況也是肯定能賺錢的 對不對 對 那好 那賠的錢是有保險來給你賠 是這麼回事 對就是保險 有保險保護的 然後是不是你除了能賺錢 你還能拉人頭來賺錢 能不能講這些都沒有 能 能講 是吧 對對 然後你是不是拉人然後來賺錢 然後據我的理解 他們有五代可以做 你拉一代等 他說你用 他是太陽線的制度 你推五個人 然後每推五個人 他們再推五個人 五代下來 你每個月的收入 就算一個人是一千元用金 一個月你能賺三百元開外 他說是 就做團隊也是挺賺人的 必須就是說你做團隊之前要先 先自己開商戶 自己開商戶 自己入金 然後再推青森好友 是這種路數嗎 大概是 三七根條也好 五季也好 還是無限代也好 最終的目的他們這個保險路的錢 並不是真正的來補你們的歸損 而且他這個三分之二的錢 也不是真的在做市場 他就只是一個資金盤 你的錢給他就是進他的腰包裡 他不是說任何這個監管 沒有任何的牌道 就是一個純資金盤 這五千用來做獎勵 在做鍋比往下坡 你拉人來 他會輪到一個交易紀錄 然後給你反手續費 拿提倡對不對 拿獎勵 對 然後會跟你講 你五代持續要是多少人 然後你每個月都能賺幾十萬幾百萬 那他就是傳銷 無庸置疑的 做任何市場 沒有寶貝寶寄給你說 凡是投資領域 所以說你把你的念頭撤到辣銷 不要做啊 千萬不要碰 那我回頭不要跟朋友說一下 這個不能做 對 小紅書 我補充一下好了 就是我前面講那個 私訊我的那一個人啊 他說他其實也沒有用什麼很 特殊的一些什麼技術 或者什麼 但就是可能用一個指標啊 然後怎麼去判斷進場點這樣子 然後人家的勝率就可以高達50%喔 對 記得好像是50% 一個月喔 所以其實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你不用想什麼太困難的啊 或是你想去找什麼聖杯 所以越簡單的方法 你越能做好的話 那其實勝率都還是蠻高的 那也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什麼簡單 又會賺錢的方法好了 和黃金交叉死亡交叉啊 什麼的 或是背離 其實背離真的也蠻好用的 我覺得背離真的是一個 很好找進場點跟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這兩個搭起來我就覺得其實已經無敵了 就大家把我之前那兩支影片看完 其實應該就可以抓得到好一點的進場點 我覺得 對啊然後止唇色好 不要那樣一直凹單 我覺得就 勝率其實應該都不會太差啦 嗯 然後還有就是 我發現就是我最近臉 好不曉得是不是 就是 我不是說我催吐嗎 然後催吐到因為會牙舌 所以覺得好像臉要變搭 哈哈 然後還有就是 好像不知道是吃太酸 還是之前催吐的關係 我的牙齦就最近變得很酸 然後 就是吃東西都會覺得 呃 不管吃什麼咀嚼太久 都會覺得牙齦不舒服 我覺得怪怪的 我現在好好來顧我牙齒了 因為我真的有種覺得 如果牙齒不顧好 以後什麼東西都不用吃的感覺 然後也希望大家好 把自己的身體顧好啦 就沒有補充了 掰掰